渔分群有渔分收获 努力做后老天也就会给我们饭吃 大小是没办法辨别 就是没办法辨别它是否可以采的 所以我们还是都是以拍然后听声音 用拍的最准 西瓜是越热越好气候是越热越好 你先去你越热越好 还是热的话你在工作上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就是每天看好山好水都是绿色的 自己种植的农作物 然后就是每天这样搬出去 然后看到客人买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好 先生马总统掌声鼓励一下尖叫声 好小田 好想起一声 好还有还有啊 2018 阿強西瓜節 現在正式開始了 請檢查 大概小學一年級左右 就開始到田裡面玩了 然後幫忙這樣 就有時候就幫忙 就是順一下那個 就是溝裡面的層 就是因為要車要走 或是幹嘛的時候 就順一下這樣 然後以前比較原始 以前比較沒有那麼多農機具 所以說就是幫忙拉繩子 或是做什麼 對 退伍就回來了 退伍就直接做 做到今年應該 專職做西瓜這個就是十年 2018年國立五月立下剛過 頂著花蓮的大太陽 曬得有黑的西瓜農夫羅東生 正在瓜田裡梳果 我們從流瓜就是確定哪一顆之後 雞蛋大小開始 確定流之後就要開始蔬果 就是把其他 因為它後面還會一直在長 一直在長 就會把後面的 長出來的西瓜全部摘掉 然後集中養分 我們就集中在一顆 所以把其他的都把它摘除掉 但是這麼大顆的我們一樣 全部都要摘掉 然後這就是我們每天 反覆在做的工作 就要一直蔬果 一直蔬果 蔬果到它要採收的時候 花蓮的西瓜算玉里最有名 因為玉里我們這邊 就是剛好在北回歸線的正旁邊 所以說它的那個 它的氣候就是比較穩定一點 不會大起大落 這裡的均溫啊 然後加上吸水什麼的 都會比一般的地方都還好這樣 玉里鎮位於花蓮縣的南端 位置剛好在台灣 花東縱谷的地理中心 西邊是中央山脈 東是海岸山脈 主要河流就是繡菇鑾溪 近年來河川局開放成租河川地 但禁止種植高精錯負 所以農民大多選擇種植西瓜 河床立石地形種出的西瓜 又沙又甜 玉里西瓜逐漸闖出名氣 這個地都是跟河川局成租的 二期的地是跟農場成租 因為二期它會遇到颱風 所以說沒辦法在河川上面種植 如果在河川上面種植的話 幾乎我們這邊現在看到的這個地方 都會全部沖掉 所以是沒辦法耕種的 對 每年就是從頭來過 你現在看到的這邊 明年又是全部原始的河川 就是全部還要再用種機械 全部再推平 推平過然後再重新規劃這樣 瓜類的話它算蟲聚蠻多的 所以說有時候你不注意看的話 或者是它剛發生你沒有注意的話 它蔓延得很快 所以說它一下就會馬上就會 就會有疫病出來這樣 然後還有噴水的時候的多寡 如果你噴太多的話會過度 然後你噴太少的話 它會就是吸水量太少的話 它的那個西瓜植株 它就會垂垂的缺水 然後到流瓜期之後 如果缺水的話西瓜容易變形 這個時間點比較怕遇到就是 塞巴喉 因為西瓜它如果太熱的話 突然下雨它很容易裂果 它是直接爆開 像最近就是雨量過多 所以說它現在已經到這麼大顆了 它含水量如果太多的話容易爆開這樣 我的工作內容大部分就是 但是主要都在噴水啦 噴水時間幾乎都是正中午 所以正中午也沒有在休息這樣 所以就是一整天這樣做 做到下午四五點回家 所以也比較少出去玩 因為都還蠻累的 目前大概三十五公頃左右 一公頃大概種個 平常我們標準是兩千顆 這個大瓜 一公頃大概兩千顆 所以說三十五公頃大概是七萬顆 是 我們一看就是西瓜哪裡好快都知道 當初種的時候也是說 認為這個都是石頭 怎麼種得起來 請問人家說 都在這個沙河場上種 怎麼這個西瓜種得起來 所以說它還是有它的那個優點 就是當初他們種的時候 前輩種的時候 他們就是都在沙地這個地方種 所以說在他們經過多方面研究 所以說尤其在種在沙死地最好 在土壤在泥土地的話 可能就比較那個吸水 吸滲透率沒有那麼好 剛初期種的話還不怕水 所以到現在要採收的話 後期的話它就會落差很大 所以說你會積水的地方 會積水的地方 然後那個果就那個 以後成長那個品質會沒有那麼好 民國78年 78年到今年快30年了 剛開始的話當然都是摸索 剛開始都是在摸索 所以說也沒有經驗 剛開始大概就種個七八千顆 做什麼慢慢的 就慢慢的就越做越 有經驗的話就是越來越多 要縮成以後水就會多次 分多次噴 比如說一次五分鐘 以前是一次十五分鐘 我們會變成分了兩次或者三次來噴 我們不要一下給它吸收那麼多 像我們要授粉的時候又不能太多水 授粉的時候太多水 太旺的話它又不會結果 所以說完全要看經驗 現在我兒子接的話 我們又是傳授給它 就慢慢給它 這樣會少 它會少分多十年了 學習的話 對 1985年生的羅東生 今年33歲 當個西瓜農夫是他的第一志願 也是唯一的志願 從小在瓜田裡長大 一直跟著父親種瓜 羅東生很適合這樣的生活 當兵退伍後 馬上回到家鄉種西瓜 應該已經習慣這個模式在做了啦 對 就是因為從小做到大 然後加上看到就是爸爸這樣做 一方面是爸爸是從無到有 然後就是很有經驗的 然後想說這個技術 也不要讓它就是這樣不見 然後加上目前西瓜這一塊 也比較少人在做啦 就那時候就想說就做看看這樣 就一路做到現在 一方面就是還蠻好玩 就是每天看好山好水啊 都是綠色的 然後好玩地方是 到賣西瓜的時候 可以接觸到很多客人 然後看到自己 自己種植的農作物 然後就是每天這樣搬 慢慢搬出去 然後看到客人買 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這應該是每個農民都差不多啦 看到自己的農作物 然後賣出去 就是然後錢回收啊 然後就是還不錯 都還不行 都還不行 大概七分手左右而已 一顆五十一 這個聲音大概是七分手左右 大概在一個禮拜多一點 大概在一個多禮拜一點 它差不多就熟了 對 然後但是像一般外面大盤商的話 大概七分手的話 它有的就踩了 因為它還有它要算到 它放在批發市場 然後還有算它在那個 運送過程中 它的那個車子晃動 多少都會多個一兩分手度 像我們自己在路邊賣的話 就是至少要快九分手以上 才會踩這樣 大小是沒辦法辨別 就是沒辦法辨別 它是否可以踩的 所以我們還是都是以拍 然後聽聲音 用拍的最準 然後像一般大家會介紹 大家一般在網路 或是什麼介紹的話 它會介紹刮紋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是那些並不能完全就是 很確定說 它是不是真的熟了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是 例如說像大家介紹說 刮紋會開一點的 開一點的 但是你開了它是你拍起來 如果它聲音還是很響 它還是沒有熟 對 所以我們最準 就全部都是用拍的 平常這西瓜可以採的話 就聽它的聲音 結果就看它的那個 我們平常蓋章的話 蓋章就是看它的熟度 熟度可以蓋的話 我們就會蓋下去 再過來就是他們要採瓜的話 就憑那個印章 有蓋章再採這樣子 所以說用拍的是最準的 就聲音比較沉沒有 就比較沉會就像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就比較響亮 所以說這個聲音有過沉的話 就可以蓋了這樣 阿強是我爸爸的名字 然後那時候就是想說 是用它的名字來命名這樣 因為它種西瓜種那麼久 就直接用它的名字來命名這個 做這個品牌 它那個是小時候的別名 小時候的別名叫阿強這樣 其實它的小時候別名 那時候都是直接用阿強這個名字 然後我們就直接用阿強 就直接寫這樣 瘦粉開始掀瓜的時候 大概日照大概900度 900度大概計算900度 它就可以收了 比如說今天溫度20度 所以說要45天 對 每天溫度加起來這樣子 這一期就是我們就12月整地 沒有 一月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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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底種大概 現在大概5月種 大概 才說大概要100天 開始種植下去 要100天到110 每年的母親節前後 就是西瓜採收的季節 這時的西瓜 因為熟度不同 所以先要在 可以採收的西瓜表面 蓋上品牌標章 之後就由採收工人 任章採收 重建大廉 材料 現在金碳 有まで 現在客就應該被判了 依舊 也 gestures 所有人的 已經是在 尋常 鎖 都沒 尋常 運用 好的 相機 地头一定要留起来 一颗成熟的大西瓜 通常都在十公斤以上 采收起来需要动用许多人力帮忙 大太阳底下 一片无遮印的瓜田里 这是个挥汗如雨的工作 这些叠瓜都是晚上叠 你看现在已经那么热了 这几粒了 大粒都给你 我都要鼓部包起来绑起来 都要绑起来 他们真正叠这个可以叠到 比那个还高 要叠那么高就是要绑起来 用绑起来绑起来 绑起来绑起来就不会加 然后像我们四月初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瘦粉期 所以说我们 一般我们方便是用水彩笔 不然的话一般像最原始的 就是把公花采下来 然后直接去沾花 沾木花的花蕊 然后做到那个 达到那个就是瘦粉的动作 然后这一棵就是放着 就不要动到它这样 然后它大概在 两三个小时之后 它就会收花 它就会收起来 它就会合璧起来 然后在我们瘦粉期的时候 尽量就是希望老天爷给我们 就是大概一个礼拜的好天气 连续一个礼拜 因为下雨的话 它这个因为它花粉会收起来 它下雨的话 它会把水汽收进去里面 收进去里面之后 它就会在西瓜里面 在西瓜里面之后 就容易就会产生异病 产生就是我们 我们是叫异窄病 它就是到 它就是到后期的时候 屁股很容易裂掉 它会整个爆开 平常是以我们目前来的话 我们在玉璃地基的话 大概就是一株的话 一颗的成本大概要一百块钱 所以低它一百块钱 一千 六七百万 对啊 六七百万 所以说高进去的东西 就要回收 有时候就看自己的那个 看天春晚 也要看市场的机制 看多少钱 并不是说每年的价钱都固定 所以说做这个 有时候就是习惯就好了 做什么农屋 在田里面工作的话 就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努力做后 老天爷就会给我们饭吃 西瓜有机的话 因为瓜果类的 它的那个虫菌比较多 所以说 如果你只要做有机的话 主要是做那种小颗棚架型的还可以 如果像大西瓜的话 像我们在户外的话 比较难 但是我们唯一做到就是 做到无睹这样 就是符合安全用药 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食安问题 所以说安全用药 本来就有在做的啦 现在只是再更确实地做到这样 就是这个品种 大一点大概四十三四五斤就很大了 就已经算很大了 结果去年一颗四十九 然后一颗五十一 两颗三颗四十三 第一次要中一颗小颗 排水 每一个贴一个 Donc 这是阿强西瓜的那个里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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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風 那是 哪有那麼大的小魚 小魚 小魚 還好 不錯 還好 超超好的 你看這個西瓜 吃西瓜要這樣吃 西瓜沒 吃西瓜 每當進入西瓜量產的季節時 這裡的瓜農 就會在花東縱谷的九號省道上 設置西瓜攤會 提供來往旅客和花蓮鄉親們 來買自產自銷的西瓜 這裡是和消費者 最直接面對面的地方 西瓜甜不甜 當場就可以直接試吃 這個大概一個多 吃一塊 吃一塊 好嗎 謝謝 希望我會餅乾 謝謝 有空到老人家有什麼食品 要吃 要給我餅乾 沒有 沒有 我餅乾 你沒想到 我餅乾 要給我餅乾 我餅乾 你吃好嗎 我可以講 姐妹 送你給阿嬤 送一個阿嬤 這節都不甜 不會 我知道才會很甜 這個都自己煎 阿嬤 送一個小粿 母親節快樂 母親節快樂 送一個粿 母親節快樂 這樣嗎 小姐 大家都快樂 大家快樂 這聲音比較響 然後這邊聲音比較響 然後這邊聲音比較響 對 對 你說這個是酒喝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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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 你要刷 吃不要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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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的就是這個 今天晚上吃啊 不要再吃 今天晚上吃啊 我們這位都快吃 有點歇息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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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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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东森哥 嗨 欢迎你 母亲姐快乐 今天母亲姐 忘记了 西瓜 那么久没看到 西瓜今天大丰收 哪有 刚才而已 辛苦换来的 屁啊 今年鱼水少 甜度已经比往年都还要甜 还OK啦 对 往年都差不多品质啊 真的 你家的西瓜都好吃 真的 是一定的 你还最近在钓鱼喔 没有 干嘛 你不是我那么忙 我很忙 我到一大堆工作 我爸很会找工作给我做 跟我一样的嘛 是啊 你还西瓜 对啊 再拿个两颗 两颗吗 对啊 你要这一两天吃吗 还是要放 我这一两天吃 这一两天吃 对啊 尽量不要太大颗的 对 不要太大颗的就好了 这个 这很小了吧 OK 在狱里种柚子的农夫陈锦辉 是罗东生的好朋友 两人是在网路上认识的 彼此年纪相当 也常常互相购买农产品 不过跟罗东生不同 陈锦辉是个浪子回头的农夫 这一带 这一带还要上去过去一点 就这一带是黏土的 黄土这样子 然后这一带的柚子吃起来口感就是 跟人家会不一样 全度水分都会跟人家不一样 在高中还没有毕业 我就那时候我比较叛逆 真的很叛逆 然后是家里的头痛的 最头痛的小孩 最小的这样子 那时候在三重的时候 然后认识一些黑道的 然后那时候也是说实在的 让爸妈很担心很担心 一度放弃就是这个小孩子 我干脆我不要这小孩子 姐姐知道说我在哪里 姐姐去看到我的时候 我偷偷带妈妈去 然后妈妈看到我说 就直接放声大哭说 你是吸毒是吧 那时候真的是 没有吸毒啦 但是 差一点点去碰她 刚开始回来真的 超不习惯的 没有办法睡觉自然醒 早上一大早就 似乎四点多就被叫起来了 也要考量爸爸妈妈的年纪大了 说实在的 他们的一生的心血 都奉献在这里 真的不希望说就是 啊 让她荒废了 真的 玉璃正第一果树产销帮 我们都是 大家都有决谱 尽量就是友善管理啦 友善管理 然后我们就是 草木 草木共生嘛 让土壤不要去流湿这样子 这个月的草是这样 让下个月开始 草就要开始流它了 水土保持啊 因为 这几年的强降雨的关系 所以 这个时候还可以让它短一点 然后下个月的话 台风季节的时候 我们的草都会开始流蛮高的 它这边的生态都很好 土壤都很好 土壤都很好 蚯蚓都大很大只很肥 螃蟹 它最大就这么大 没有 它可以更大 对 它现在大只躲起来 下雨天 它们就跑出来了 果园里面的教课 课教会我们很多 土壳 对 土壳 然后我们就是 都在挖泥土 你看 我们课教会很多 土壳 有鸟蛋 有鸟蛋 有鸟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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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的目的 所以不要 不要让它抢走 给柚子的养分 到夏季的时候 如果 刚枯起的时候 没有什么雨水的话 变成说 它那个 上去的枝条 会比 底下的那个 老叶子的老枝条 还要 还要 还要漂亮 会把那个 供给柚子的养分 那些的全部 抢走 而且 你不把这个 往上冲的枝条 剪掉的话 它会很多的 那个 牙虫在上面 这个六十年老长了 这个采收 都很累 采一颗就要采人群 因为 一直移动楼梯 然后都要人工去结 因为柚子不能摔到 摔到 麦象就不好了 只要说你采收期间的话 到采收期间 只要都不要下雨的话 甜度都很高 但是你只要到采收期间 如果每天下雨的话 下一天的雨 甜度一直降低 所以采用的时间 尽量是不要 就是求老天也不要下雨 甜度让我就是保持在那个 那个 那个位置 高一点 像 碰到 新闻只要抱说 有台风 我老婆都知道说 可能就是两三天前 就 饭也吃不下 整天就在担心 然后我妈妈又看到 你又在担心什么 老天爷会留给你就 就会留给你 不会留 不留给你 你再怎样去抢酒 还是没有 看天吃饭真的很累 农夫的生活 农夫的生活 农夫回来就是很自由 我不用看老板的脸色 我自己当老板 但是我老爸是 他是大老板 我要看他的脸色 然后 太晚起床就是被他骂 农夫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嘛 工作 你想要说 赶快把我的工作做完 然后 才可以带小孩子出去 不然 工作没有做完 我都没有办法 带小孩子出去 陈锦辉有三个孩子 经常跟着爸爸 倒果园和倒田玩耍 这三个孩子 是陈锦辉甜蜜的负担 也是努力工作的动力 现在我们还要看过 树娃 只有看到树蛙而已 绿色的 然后在这里有树蛙 所以每天都要去照 所以很辛苦 他就会变成青蛙了 还有看过树蛙 还有看过什么 树蛙 还会变成青蛙蛙 变成青蛙蛙 变成青蛙 这一棵给你们玩 来 给你们玩 对啊 给你们去玩 有一个 有了一棵枣花的 对 我为什么去看 有鸟了 有了 有了 这边一个鸟窝 那个 像国外的编织鸟一样 那边啊 对啊 有了 爸爸 有没有 两颗蛋 两颗蛋都有 对啊 这是草 还是败子 败子啊 败啊 这一片 这一片 这一块 九分 这次遇到这次的寒流 然后又重新擦过 全部死掉 被人死 全部重新擦过 那一整个月 爸爸的脸色都好难看 每天 我每天 都无法面对他 不是 因为他一直叫我说 不要这么早擦 会遇到寒流 然后 就想说 赶快擦好 赶快擦好 赶快就是可以过个好年啊 爸爸也是 后面也是想说 都已经碰到了 都已经碰到了 就乐观去面对他 这样子 不然我整天 都无法面对他 这样子 他每天回来 就是摆个臭脸给我 超紧张的 真怕说 他一回来就是 破口大骂 这样子骂我 他很牛 我以前真的很怕你 他不听话 我在 真的在 他不听话 他很牛 他脾气很外 以前刚开始从高中 高中 他脾气很外 高中没有毕业 高中没有毕业 然后说实在 那时候去三重工作 认识一些不好的朋友 那时候去三重工作 他到处跑 才一点就走错路 后面姐姐讲说 你不要在外面这样子 你干脆回来帮爸爸妈妈 然后爸爸妈妈也 回来做田 对 回来做田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 就是很赌气 就是不接他们的电话 爸爸妈妈打电话 给我都不接 然后后面就是 妈妈跑去看我 然后看到我就哭了 瘦到这样子 然后看到我就说 你吸毒了是吧 瘦到这样子 七十几公斤 他已经收到剩下五十几公斤 回来就好好做农了 就 他回来 他还是没有赚什么钱回来 完全没有 真的 你问他 都没有 老婆 七管炎 起了老婆就乖一点了 有了小孩子之后 对 自己要乖一点 责任 自己的责任就开始慢慢起来 说实在的 你不认真做 老婆小孩跟着我 就会吃苦 所以一定要认真做 混血 没有 就很难做 不认真做 担任就做了 因为我在刻制的时候 你如果冻到西瓜 我会歪 我怕我会歪掉 手接過 你這樣我很害怕 就是讓它的果皮受傷 但是西瓜刻製的話 一定要在它 已經熟成了之後 採瓜之後才可以刻 如果在它還在生長的時候刻的話 它會爛掉 比較容易會壞掉 對 南瓜的話 它在它還在生長的時候刻 然後它就會那個 就有點像是讓它受傷結痂 然後它就會變白 然後就會凸起來 就有點像是疤痕 竹子真生那種蟹竹種 那西瓜就不會 阿強西瓜品牌今年成立第九年 所以我來這邊賣西瓜第九年了 然後 認識他十一年左右吧 十年十一年了 對 差不多 玉璃找他朋友玩 然後就認識他 後來就認識他 這樣 對 然後 因為我在台北他在玉璃啊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 那時候還有MSN 那時候還有MSN 然後就MSN每天聊 每天涼 每天叮咚 然後聊一聊 聊一聊以後 就來找他玩 後來就在一起了 就 滿無聊的一個過程 一開始就知道 對啊 一開始就知道 知道他們家務農的 而且他之後 那時候剛當兵結束 當當兵回來 然後正在街家裡 然後 我就知道他之後 他就說他之後就會一直在家裡做這件事情這樣 就是我負責跟網站訂單什麼相關所有的東西 然後跟包含文書處理啊 那些東西 然後他就是負責就把西瓜種好 對 然後搬西瓜什麼 就是勞動 勞力活都是他啦 所以等於來這邊從明開始 就是重新交朋友啊 然後出去外面認識人這樣子 但是我就跟他說 怎麼辦 我如果跟你吵架的話 我要去哪裡 然後他聽了這句話之後啊 他就 他在家裡其實蠻疼我的 我老公其實蠻疼我 他知道說我在這裡只有一個人 我就算真的 吵架我也沒有辦法出門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車 剛開始我們還沒有買車 西瓜棉啊 我會在跳的時候會看皮 像他這樣受傷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被自己刮到的嘛 這種是沒有差 然後但是皮要亮 不能是那種皺巴巴的 皺巴巴就表示他可能 就是被摘下來好多天了 對對對 要挑嫩嫩的 要挑小顆的 嫩的 西瓜棉是一道傳統的醃漬菜 瓜農把蔬果丟棄的小瓜收集起來 用鹽醃漬七天後才算完成 這個做法 源自台灣南部的農家 羅東升的太太王雲廷 嫁到花蓮後 也跟著婆婆學會了 對 其實切這樣就好了 一半 這是我婆婆教我的 我就問我婆婆說 她有做西瓜棉嗎 她說很久以前有做過 然後我就問她怎麼做 因為其實西瓜 小西瓜棉 這是一個 沒有經濟價值的東西 它就是被 丟在西瓜園 爛掉 可是如果說你撿起來 然後 它就是一個零層門的東西 去不要過鹹 然後一直搓 其實要搓滿久的 然後它會那個 就會出水 難度一點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抹一抹之後 然後就直接拿那個 拿東西壓著它 一直壓 像要這樣一直擠 你看它其實已經會開始 出水出來 西瓜棉可以當作料理的配角 增加風味 像今天王雲廷 就把它跟猴頭菇 紅蘿蔔一起炒 開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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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什麼 火頭菇 南部的 好像他們南部習慣 做這樣的那個 也是這個五六年以後 才很盛起 其實西瓜棉 西瓜棉 什麼菜都可以配 看你的口味而已 羅榮廣種西瓜 吃西瓜 三餐菜色裡 有西瓜棉的 也都可以接受 但唯獨不能加苦瓜 原來靠西瓜養家的農夫 如果種不出甜瓜 生活就是一片慘綠 所以苦瓜就變成了他們 這裡奇怪的避諱 我們那個西瓜 種西瓜的人有一個機會 好慘喔 不行 不要煮苦瓜 不要煮苦瓜 對 火鍋 鮮起來 不要蜘瓜變成苦瓜 這樣好不好 對 做西瓜方面 已經很苦 它再吃苦瓜 放得苦 對 有時候都這樣做 雞瓜剪的 不要變成苦的 但是以前人家傳說的 尤其就是传统产业 如果没有第二代接的话 大部分都收起来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第二代做什么行业 第二代不接的话就没有办法 老了 老年的话就没有 第二代不接的话就没有办法接下 就没有办法坐下去了 他自己主动的 我们有鼓励他去外面 他不要去 我们讲说去外面 他就这么多 然后再去西瓜 他要去吃西瓜 西瓜对我们家的话就是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从小就要慢慢的 种子专得再给他长大 到收成了 以前的时候住西瓜为什么 为了赚钱两家五口 慢慢感觉到就是说 这个西瓜就好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从小就慢慢 把他成长到做成这样 小瓜都没有输过 我差不多都给他自己长了 长到应该 应该后面就比较 比较薄眼这样 不会像说 一颗的话 就它就那么大这样 这样这个都可以拆了 这样这个都可以拆了 正常是这样的 不会那么熟来 小瓜 小瓜大概七分熟就可以 采了 因为那个果肉比较嫩 没有 你太熟的话 里面果肉就会软掉 太熟的话果肉会软掉 那都是自己咬的 它从小它煮的时候 如果那么嫩的话 它整个果肉都被吃掉 剩下里面剩下 外面剩下渴而已 里面的果肉都被它煮掉 西瓜是越热越好 气候是越热越好 你天气是越热越好 热的话 你在工作上 就会比较辛劳一点 那到达这些东西都是 感觉还是一个压力 压力 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就是你种下去 你还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要收成还是不收成 就是在工作上一个压力 成本啊 一些然后投资啊 都什么 都就是一个压力 心理上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听说了 今年就价钱比较没有 没有往年那么好 今年 就会啊 就都习惯了 在市场的市场的那个 市场机制不能说 这些也没有办法都每年都固定的 你看 老爸切西钩了 你帮老爸帮着 站旁边 好手扶着 不要动哦 你让它转过去一点 可以变得一点 镜头 不要动哦 扶好哦 这个超漂亮的 就很漂亮啊 都搭着洞都 其实如果再好一点的话 是一点点横的猎 它是熟成的猎 对 没关系 我吃过黄西瓜 黄西瓜 我们下次红的 给你 按着手 赶快咬 这个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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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很久没有吃西瓜了 真的 沙沙沙沙沙 你看气孔就知道啊 冰锅会更好吃 冰锅会收甜 会更好吃 好甜哦 卡卡好吃吗 你的衣服 这种是比较纯西瓜的那种香气 然后小玉是比较属于清甜的 所以每个人喜欢吃的不一样 有些人就喜欢吃小玉 有些人不喜欢吃大瓜 但我们这边 玉里主要是以大瓜为主 然后小玉大部分是以西部那边为主 玉里的阿强西瓜节 是由罗荣广一家独自承办的 当初是为了行销阿强西瓜这个品牌 到今年第六年 已经成为玉里地方上 重要的农产行销活动 阿强西瓜 赞 吃下清凉的西瓜 看看热闹的西瓜节 热情又流汗的夏天 就这么敲销就这么敲锣打鼓地开始了 我们在西瓜汤 固西瓜 干吗 以后就换你根本的东西 看我手那么疼 看我手那么疼 把我夹路 夹到火坡 你要去西瓜汤吗 不 你找我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